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炫耀自己力量的机会 就自以为似的说 小布点 我们不用绕道走 因为我可以轻而易举的把这个锁打开 等着瞧吧 说完 朝锁走去 要是呢 他想 既然铁棒那么想表现 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把这锁打开 叮咚 铁棒猛地敲打门上的锁 没开 铁棒自言自语道 难道是我不够用力 我不信 我一定能打开 于是铁棒使出了最大的力气 又敲打一次 但是锁依然没有被打开 就这么一个小锁 我居然打不开 不可能 不可能 铁棒失落极了 钥匙走上前对铁棒说 铁棒兄弟 你歇会儿 我试试看 就你这小不点 想打开我都砸不开的锁 太可笑了吧 铁棒嘀咕道 铁棒嘀咕道 铀匙走上前去看看他眼前的锁 再看看锁孔 然后就钻进了锁孔 只听啪的一声响 锁开了 看到这一幕 铁棒惊呆了 不解的问 小兄弟 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 都打不开 怎么你一下子就打开了呢 钥匙回答道 因为我了解他的心 听了钥匙的话 铁棒似乎明白了什么 从此以后 铁棒再也不那么骄傲自大了